欢迎大家来到神迹时刻 这是一个满满耶稣的频道 我们心里想的是耶稣 我们感谢的是耶稣 定金的是耶稣 领受的还是耶稣自己 我们不是追逐神迹 不是追逐金钱财富或成功 我们追逐的是耶稣 所以我们不是成功神学 而是学神成功 金钱和财富或成功 都只是附加价值 我们追求的是那位有位格的耶稣 是那位深爱我们的主 祂甚至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祂不会舍不得祝福我们的 祂巴不得我们多得祝福呢 阿们 而耶稣是宇宙万有的主宰 祂拥有一切 我们拥有祂当然也拥有一切 你要知道的是 神总是想方设法找理由 祝福你 奖赏你 阿们 所以你不用追求那些祝福 而是追求耶稣 然后祝福自然就会来追着你了 阿们 如果你以前把神想错了 没有关系 你现在听到正确的 相信正确的 你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了 阿们 今天神要我们经历的神迹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这张先知性的绘画 有没有看见 手上的锁链断开了 没有呀 本来坤帮的锁链断开了 你已经得自由了 可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习惯 那个曾经因为被锁链捆绑的时间太久了 以至于我们忘记神已经要我们做自由人 祂早就已经断开你的锁链 你不再被挟制 你是得自由的 阿们 所以现在我要来为你祷告 奉耶稣的名 宣告你是自由的 阿们 捆帮你的锁链已经断开了 阿们 疾病不能挟制你 死亡不能挟制你 谎言不能挟制你 贫穷不能挟制你 任何拦辱人认识神的至高知识都要断开 阿们 负债负面的关系 负面的情绪 错误的信念 不好的影证 通通都要断开 阿们 你在神的里面 你是自由的 你可以不被这些捆绑挟制 阿们 你是神的儿女 你是领受产业的 你是 你是可以拥有神 尊贵荣耀身份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是宝贵的 你是无价的 因为无价至宝的耶稣在你的里面 阿们 你是蒙福的 你是蒙恩宠的 你是喜乐的 你配得这一切的祝福 不是因着你的行为 不是因着你的行为 是因着耶稣 耶稣这么好 所以你也可以这么好 奉耶稣的名 你的祝福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耶稣 祂是这么的乐意祝福我们 我们也谢谢大家 从世界各地加入神迹时刻 谢谢你们的留言 谢谢你们的鼓励 还有带导事项 我们都一起将这些带导事项 带到神的面前 也不是我们特别厉害 而是耶稣真的很厉害 阿们 所以我们可以 开心的 快乐的 没有负担的 将大家那些又大又困难的事情 都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不论你是现在留言 过去留言 或是 什么时候的留言 我们不论有没有立刻回复你 但是我们都会去看 然后一起祷告 重要的是 我们都把这些带导事项 带到神的面前来 要知道我们的神 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就算我们没有回复你 可是神都看见了 你的带导事项 神都知道了 你一定是可以领受祝福的 你唯一要做事就是相信耶稣就可以了 阿们 所以通通都是有效的 阿们 不要让自己失去这份祝福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 继续定睛耶稣 一起领受祝福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 宣告这首诗歌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供 我望神我的心啊 不要看风雨 但要仰望你 你想脸帮助我 我要宣告 耶稣我的平安 耶稣我的意志 耶稣我的供应 你是我一切所需 耶稣你是我的目标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心啊 你是我的意志 我祝我望 我为何有门 我为何烦躁 银荡阳 我望神我的心啊 不要看风雨 但要仰望你 你想脸帮助我 我要宣告 我要宣告 耶稣我的平安 耶稣我的意志 耶稣我的供应 你是我一切所需 耶稣你的意志 耶稣你的意志 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喜乐 是我有平安 你成为贫穷 你成为贫穷 你赢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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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耶稣 你使我强壮 你赢许我彼得的威严 你身为咒诛 为使我蒙福 祈祷领我 颖心得胜 奉耶稣 你我祝告阿们 奉耶稣 你我宣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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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姐妹她半夜突然觉得胸闷 无法呼吸 感觉心悸 突然间有一种巨大的恐惧感袭来 让她很害怕 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要叫救护扯 于是她先领了圣餐 然后祷告假症状离开 接着打开神迹时刻 放祷告金在头上 之后居然就慢慢的好了 感谢主 上帝的医治就是这么的快速 祷告金就是能够给人安定的力量 今天我们就来为心悸 胸闷还有莫名恐惧的人来祷告 奉耶稣的名宣告 耶稣要为你断开恐惧的锁链 把软弱恐惧交给上帝 让耶稣的平安进入你的里面 因着耶稣的爱 会为你驱赶心里的魔鬼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还有就是有想要索取 祷告金的弟兄姐妹 可以到我们的教会 我们在北中南都有据点 只要你订阅恩宠教会的十个频道 或是在聊天室呢 为五个需要的人祷告 一个账号可以免费的索取一条祷告金 祷告金呢 是让我们祷告的时候更有信心 更有力量 也让我们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完成的功 而且最棒的一点是 你可以经由祷告金传福音 基财宝在天上 然后最后呢 也请你帮我们的频道 还有脸书社传 订阅按赞跟分享 谢谢 感谢主 神的医治就是这么的美好 是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真实的经历的 那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个医治的见证 有一个弟兄姐妹 她写见证进来 她说谢谢耶稣 医治了她的牙痛 她前几天牙痛痛到要吃止痛药 但是她就是不断的宣告 因耶稣受了鞭伤 你已经得医治了 在这个疼痛煎熬的时期 她就一直听 一直听 一直听 神迹时刻 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帮助 也听到了香香牧师 肩膀锁骨断裂的医治见证 经历了神 超自然的医治 复原 现在香香牧师 还能谈情敬拜神 让他很感动 也深信 神是不偏待人 神必定会医治他 感谢主 他的疼痛不断的缓解 现在已经完全不痛了 感谢赞美主 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 为有牙痛的 或者是有牙周病的 或者是你有缺牙的人来祷告 我要奉耶稣明宣告 你必经历主完全的修复 阿们 因为经上记者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 就是你们 就是我 你们的身体 是圣灵的电 是非常的荣美 荣耀的 是强壮 健康喜乐 满足的 经上记者说 你的牙齿 要如同心茧毛的母羊 刚从水里洗净上来 成双成对 一颗也没有脱落 阿们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因耶稣受的鞭伤 你已经得痊愈了 神要为你断开 牙齿病痛 缺牙的锁链 阿们 使你得自由 得释放 当你吃东西的时候 你的牙齿要为你效力 阿们 使你得益处 神已经应许你可以吃各样的美食 是很轻松 很享受的 阿们 我要奉耶稣的名宣告 你的牙齿到120岁 都是成双成对的 阿们 一颗也不会脱落 阿们 我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你的牙齿到120岁 都会成双成对 一颗都不会脱落 阿们 到老你还可以游山玩水 吃进天上地下的山珍海味 阿们 感谢主 然后呢 我们继续也要分享弟兄姐妹 写来的见证 他说有一天呢 他的孩子发烧头痛 哭寒了将近半个小时 那那个时候 他就为他的孩子祷告说 奉主耶稣的名 医治孩子的发烧头痛 然后呢 一边轻轻帮孩子按摩 结果呢 慢慢的孩子的额头 还有头顶就开始出汗了 然后呢 紧接着烧退了 然后孩子还安稳的睡着了 感谢主 他的孩子立刻得医治了 哈利路亚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 他写来见证说 有一天他是很莫名的发高烧 然后身体发酸又发软 呼吸困难 而且伴随着剧烈的头痛 他原本以为是感冒的症状 可是经过了好几个钟头 还是不见好转 他心里突然有一个恐慌 就说 会不会是受到黑暗全室的攻击了 于是呢 他当下就打开神迹时刻来收看 竟然那个时候 神迹时刻团队就在讲一句话说 仇敌不能攻击你的身体 只能影响你的思想 主为你征战 你不需要为自己征战 然后他当下就是跟着阿们 他说竟然突然就无病无痛了 他说仿佛没有经历过属灵征战一样 他说真的很感谢主 感谢神 疾病症状真的不是从神来的 但是神也要让我们知道说 仇敌是不能攻击你的身体的 它可以影响丢一些负面的思想给你 可是我们只要抓紧了神所说的话 相信耶稣说 我的边伤使你得医治 你就是相信到底 就可以把仇敌魔鬼丢给你的心思意念给除掉 阿们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是不会有属灵攻击的 你一定要拒绝这个错误的信念 阿们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也要为 如果你有发烧 头痛 呼吸困难的人 我们为你祷告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仇敌是不能偷窃杀害毁坏你的 他对你的攻击已经是无效的 圣经说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但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 并且要得的更丰盛 所以你现在要领受的是 主放在你里面的丰盛的生命 健康的生命 所以主已经为你断开了 所有一切的头痛 那个发烧 还有呼吸困难的症状 现在因着耶稣的边伤 你立刻完全得医治 阿们 立刻得痊愈 而且当主为你出手的时候 你会恢复的120倍的补还 你会比以前呼吸更顺畅 你的体温是恒温的 谢谢耶稣 你的病毒 所有的细菌病毒 是不能入侵到你的身体了 因为你的身上流淌着 耶稣为你牺牲流出的保血 祂厚厚的遮盖你 保护你到底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耶稣 是的 仇敌对你的攻击已经失效 而且是完全的失效 阿们 我现在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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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要带导的 弟兄姐妹来祷告 有位弟兄姐妹呢 她说因为 家里的人都是在拜拜的 然后她就奉耶稣基督的名 驱赶这些神明 结果她的心里 开始非常的不平安 和恐惧 她很怕这种 属灵的攻击 所以呢 我要为 在你们家中 有人在拜拜 有供桌 有在烧香的弟兄姐妹 来祷告 你们要知道 没有一个神 是大过我们的耶稣基督 祂是万主之主 祂是万王之王 上帝将祂升为至高 是超乎万民之上 而且叫一切 在天上的 在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一听到耶稣的名 就众兮无不驱贵 众蛇无不承认 耶稣基督是主 所以 这些魔鬼撒旦 祂只能欺骗你 祂只能恐吓你 吓唬你 这是祂唯一的招数 祂根本不能 祂也无权来伤害你 你就是拿起耶稣 给你的权柄 你去践踏这些蛇和蝎子 这些撒旦和魔鬼 这是你的权柄 这是耶稣给你的权柄 所以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魔鬼撒旦 你们是属于地底下的 你们听到耶稣基督的名 你们就要屈膝跪拜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些撒旦二者的谎言 恐吓奉耶稣基督的名 从你们的心中连根拔起 这些恐惧 现在给我离开 你是一人 你是神的孩子 这些撒旦二者 不可以伤害你 不能伤害你 你是耶稣基督 在余异下 你是受到祂的保护的 谁也不能把你 从天父手中给夺去 所有的控告都会失效 所有的攻击都会 一路攻来 七处逃跑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另外有一位弟兄姐妹 他有写来 他说他有情欲上的问题 而且他觉得 他伤害了天父的心 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耶稣的宝血 祂已经将你完全的洁净了 你的身体是神的电 你是祂宝贝的器皿 而且圣经说 耶稣祂已经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你的软弱神都知道 而且祂也早已赦免你 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 耶稣祂已经替代你的软弱 你就是交给耶稣 在耶稣基督里 你是义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断开一切 不从神而来的情欲的捆绑 断开这些谎言控告的锁链 奉耶稣基督的名 断开那些错误的连结 在耶稣基督里 你就是神的义 祂已经叫背路的得释放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神已为你断开了锁链 你不会再受这些情欲的捆绑 神要你自由 要你得释放 再奉耶稣基督的名 释放那属天的 从神而来的 这些亲密关系 它只会在你的婚姻中来发生 谢谢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然后还有个弟兄姐妹 她也是写来 她说可以为她家里的宠物生病 来祷告嘛 然后因为她的宠物就是一直不好 然后可能会需要开刀 那其实动物 它也是神所创造的 这一切的受造物 是要显出神 祂的美善 这些美善 是包含神要让我们受到 这些被爱 然后被关怀 而且呢 神是要让我们的满足 是祂的喜乐 然后这些动物 祂带给我们 就是开心满足 祂抚慰我们的心 所以神 祂是爱你的 祂既然爱你 祂也会爱你的宠物 而且神不要你担忧 祂不要你忧虑 祂也不要你难过 所以你呢 你也是可以拿起神给你的权柄 你可以按手在你的宝贝宠物身上 然后你要知道 这些疾病不是神给的 所以你一样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 斥着这些疾病 离开你的宠物 阿们 我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拿起神给我的权柄 这些疾病 这些病痛 你们没有权利在我们爱的宠物身上 还有这些牲畜上所停留 真言有说 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 所以顾惜牲畜的命 是和神心意的 阿们 神心意的就必成就 所以这些宠物牲畜 而且他们是艺人的产业 艺人的产业 神必看顾 所以这些疾病病痛 现在你们就给我离开 阿们 你们不能在艺人的产业上面所停留 阿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凡事不是天父所栽种的 必要连根拔起 阿们 另外一位姐妹 她是说要帮一位圣帅节的亲人来祷告 所以我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你要知道 这个神机医治就是你的 阿们 神要使你痊愈 要使你的家人痊愈 你就是知道这个神机医治是你的 圣经说 他发明医治他们 救他们脱离死亡 神说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 救必得着 因为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着耶稣的刑罚 你们就得平安 因着耶稣的鞭伤 你们就得医治 感谢耶稣 你已经得到医治 你相信你已经得到了医治 圣经也说 他发明就是要医治他们 他是要救他们脱离死亡 神 他要你活着 他要你健康 兴盛的活着 因为你的兴盛的活着 就是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阿们 谢谢耶稣 欢迎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主 我们的主就是这么的好 他就是要你现在立刻马上得痊愈 得释放 得自由 阿们 那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个医治的见证 就是有个弟兄姐妹写见证进来 他说他的妈妈有一个朋友 咳嗽了一阵子 没有想到他去检查 医生却说得了凶猛的肺癌 而且已经是末期了 其中进出医院的家户病房 还做了化疗 放疗 医生说这位朋友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 妈妈的朋友全家都是信佛教 却跟妈妈说他想要去天国 妈妈就用恩宠教会的祷告金 为这个朋友祷告 还问这个朋友说 要不要一起去教会 这个朋友就说好 妈妈也放了神机时刻 给这位朋友听 朋友也说阿们 真的好感动哦 之前妈妈还跟这个朋友在讨论 是否要去安宁病房 因为身体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 是全身发炎 妈妈也持续为这个朋友祷告 感谢主的医治 医生说 这位朋友的肾脏 肝脏 尿大发炎 肠胃道出血都得医治了 赞美主也从家户病房 转到普通病房了 身体指数都越来越正常了 感谢赞美主 弟兄姐妹你们听到了吗 这位朋友 他原本一声是说 他是癌末 要去住在安宁病房 但是现在不但活下来了 还恢复健康了 哈利路亚 这真的是神迹啊 哈利路亚 赞美主耶稣慈爱恩典大能 一切荣耀都归给耶稣 阿们 你的见证就是武器 弟兄姐妹 胜过撒旦 是因着羔羊的宝血 阿们 以及所见证的道 阿们 现在弟兄姐妹 拿起你的武器 起来分享见证 阿们 每当你分享见证 神就会再一次的做神迹 会有更多更多更多的神迹 启示亦能发生 阿们 神的荣耀 要在全地彰显出来 阿们 不仅我们见证上帝的荣耀 也能祝福他人 阿们 阿们 接下来 我要来为医生宣告 末期晚期的人 或者是久病很久了 以及身体有各部位的 长期疼痛的人来祷告 神要为你断开死亡疾病的锁链 阿们 唯有神的大能 可以摧毁撒旦的作为 阿们 供应弟兄姐妹你们的需要 因为经上记者说 那二也必因高有的缘故毁坏 神的大能已经为你断开死亡 疾病的锁链 仇敌撒旦不能拦住你的神迹 不能拦住你的医治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因耶稣所受的鞭伤 你已经得痊愈了 有位很爱你的主耶稣 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祂为你流出了宝血 也为你复活了 耶稣祂现在活着 祂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 祂是又真又活的神 因为祂爱你 祂为你而来 神所赐的圣灵 必定叫你 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阿们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神要使你的生命 健康 梦想 财务 家庭 人际关系 都要经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阿们 现在就复活 阿们 奉耶稣明宣告 一切从撒旦二者带来的毁坏死亡 疲倦灰心 疾病完全断开 阿们 离开弟兄姐妹的身体 阿们 通通丢到硫磺火屋去 再也不能回来 阿们 圣灵要用祂的喜乐恩膏油 充满你 阿们 你只会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有活力 阿们 你的生命是大有盼望的 阿们 因为神要用祂荣耀的丰盛 来祝福你 阿们 神要加添你的年岁 使你足享长寿 日子满足 阿们 耶稣如何 你就如何 阿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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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真的是见智 复制见证 复制见证 所以如果以后我们再听到我们身旁的朋友或是亲人 得了很严重病的时候 我们不用先感到难过伤心 而是可以先 哈利路亚 他们要经历神机医治的时候到了 阿们 神可以翻转他们的家 甚至可以因为这件事而全家信主 得着更棒更棒的祝福 阿们 阿们 而我们只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上帝的好消息分享给他们就好了 阿们 阿们 真的是很兴奋很开心很期待 因为断开锁链的时候到了 阿们 阿们 神要从黑暗中和死因里领他们出来 就是这样细这样大还是这样粗 甚至可能比这张土的还要粗 都不用害怕都不用担心 因为神都可以折断 阿们 并且加大太书五章一节也提到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瑕制 中调是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 而且要站立的稳 为什么要站立的稳呢 因为突然你从捆绑当中得释放 突然轻松了 你会突然觉得哇太轻松了 就太开心了要往后倒下去了 但不用怕 耶稣一定会拖住你救你 你会突然经历不一样的喜乐 因为你获得自由了 基督已经释放了你 你是自由人 你是神家里的人 阿们 感谢神 接下来我要为线上的带导事项祷告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透过我们的团队 透过领受 透过这张先知性的绘画 让我们知道 神你早就释放了我们 你叫一切的锁链断开 你要叫疾病断开 奉耶稣的名宣告 无论是腰痛的神经痛的气管炎 甚至是遗传性的糖尿病 那个看似不可能的 好像早已定好的 但是神你说就算早已定好的 神你都可以介入 因为你才是 你才是那个真正宇宙最大的医生 你才是可以改写我们生命的那个主 你要改写这一切 哪怕是遗传性的疾病 都能得医治 阿们 我们也将A流感 感冒 喉咙咳嗽 流鼻水 发烧 失眠 以及着乳房硬块 还有脑干中风 心脏衰竭 还有一切 在加护病房的 主啊不管是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 主啊我们都将 我们所心爱的朋友亲人他们所得的疾病 主我们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听见那么多的见证能够得医治 主我们知道没有一个疾病大过于你 因耶稣基督的边上跟刑罚 我们能得医治跟平安 所以我们的亲人也能得医治跟平安 线上所留的带导的每一个疾病 也都能够得医治得平安 因为神你要断开一切的锁链 叫疾病不再能困帮我们 叫我们得释放 得自由的是神 当神你说 当神说有命令就命令的时候 神你说得医治的时候 到了就是得医治 主啊谢谢你 我们也知道不是我们做得多好 乃是当我们宣告出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你就开始做工 我们就要开始听见见证 我们就要开始听见好消息 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将一切的重担忧虑 卸下在神的面前 主啊我们知道听见好消息的时候到了 我们要听见一切的锁链断开了 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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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谢谢你 也叫我们所有 不论是大问题小问题的 带到神的面前 都得医治 主啊连考试顺利的 财务困难的 在工作当中被欺压的 主啊你都要叫那一切 得释放 主啊我们的心在你这里 得着安慰 你使我们得享安息 谢谢神 你是那样的美好 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要来经历你 经历你 使我们得释放 得自由 在你的里面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个 特别的见证 他经过一个简单的祷告 让他对一个人 从讨厌到喜欢 发生了神迹式的转变 这位姐妹 她感谢耶稣 也感谢恩宠教会 她想分享的是 饶恕后的自由喜乐 她朋友的姐姐 因为讲话伤到她 她变得非常不喜欢 这个朋友的姐姐 甚至很讨厌她 心里面对她充满了怨恨跟烦躁 但是她记得牧师 乡下牧师有说过 要饶恕要放下 而且呢 只要简单的跟着 香香牧师的祷告 一起祷告就好 她赶快跟着祷告 因为她一点都不喜欢 自己这样子的状态 祷告完 她也没有特别去想什么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 脸书跳出那位姐姐的贴文 她看到的时候 居然一点讨厌的感觉也没有了 怨气也消失了 甚至觉得她有一点可爱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转变 这一定是神做的功 感谢耶稣对这位姐妹来说 这是一种释放 一种自由 她说感觉真的很棒 整个身心都愉快了 她希望能够分享出来 有其他的人也能够经历 饶恕后的自由喜乐 真的有时候 就是一瞬间的念头 心情就会不一样了 我们有时候要花很多的时间 才能在被卡住的情绪 或是纠结里面走出来 我自己也经历过一段 很卡很卡的时期 有的时候觉得 好像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这个时候就祷告 把一切交给上帝吧 因为上帝不会希望你自己出手的 审判跟公义就交给上帝 选择饶恕不是为了别人 也不是因为对方配得饶恕 而是因为耶稣饶恕我们所做的一切 更是为了释放自己 让自己得自由 让你情绪起伏的这个人 对你来说可能一点都不重要 我们怎么可以浪费时间 在这些人的身上呢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先离开负面的思维 让上帝带领 再一次进入我们的生命 你的生命将会开启另外一个层次 今天我们来为有情绪困扰 还有被卡住的人来祷告 奉耶稣的明宣告 你要断开负面的情绪连结 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尽你的嘴 洗尽你的心灵 为了让你成为圣洁与自由的 让圣灵带领你与神同工 断开情绪的捆绑 再一次宣告你是自由的 你就是自由的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主 劳恕真的是为了你自己好 不是为了那个伤害你的人好 然后我们选择劳恕 是你放手 神会为你出手 阿们 神会为你报应的 所以如果你有没有办法饶恕的人 或是没有办法饶恕的理由 现在我想要邀请你 可不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们一起做一个饶恕的祷告 那我相信刚刚姐妹所分享的那个 从那个不能饶恕 从讨厌 然后进入到那个莫名超自然的 那个喜乐的那个见证 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所以现在我邀请你 我祷告一句 然后你跟着我祷告一句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我把伤害我的人 我把伤害我的人 也把我自己 也把我自己 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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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我愿意 选择饶恕伤害我的人 选择饶恕伤害我的人 现在 现在 我放手 我放手 主你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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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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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耶稣 我现在要分享一位 姐妹 我现在要分享一位 她得到医治的见证 有位姐妹呢 她说 她在一个多月前 她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 她在屁股上接近肛門处 找了一个非常大的豆丁 他说她触摸起来觉得差不多 這個豆丁應該是你們台語說的叫做丁啊 我不會發音啊 所以呢他說他這個豆丁觸摸起來就像一顆像大彈珠那麼大的大小 然後他本來想說是不是多喝水多休息 過幾天就可以好了 結果有一天在帶孩子出門的時候 因為走路會一直摩擦到那顆豆丁 他非常的疼痛而且不舒服 他就一直跑廁所 然後在擦拭的時候竟然看到衛生紙上有血 他非常的緊張 他想說是不是這個豆丁破掉了 這樣子的話會有細菌的感染 於是呢他就請先生孩子陪他到附近的皮膚科來看診 在這個病例表上呢 他填了他是對消炎藥是過敏的 但是醫生就一直追問他說那消炎藥有很多種 到底是哪一種 然後我們這位姐妹他也不是很清楚 他就說他也不知道 結果他竟然被這個看診的醫師唸了 他說你這樣子是沒有危機意識 你也沒有醫療觀念 甚至還警告他說你這個豆丁如果破掉了 他細菌會感染到肛門以內 他的後果是會非常嚴重的 然後這位醫生還怪這位姐妹因為對消炎藥 不知道過敏是哪一種消炎藥 所以這個醫生他沒有辦法開藥 也沒有辦法打針 然後這個姐妹就是看了一個寂寞 然後呢 這位姐妹他說其實他 當時他的內心是感到非常的羞恥的 然後他在回家的時候洗澡 他發現其實豆丁沒有破 只是他的生理期提早來 他其實是白白擔心了 然後因為他一直在想著 那個醫生所講的話會 細菌感染啊會非常的嚴重 那他洗澡完以後 因為又沒有藥可以吃 也沒有藥可以擦 他就拿起了禱告金 他就把它按在豆丁上面 然後他就請耶穌醫治他 一定要救他脫離這個疼痛 然後他甚至哭著跟耶穌說 他要好的睡眠 他不要受到這個豆丁的摩擦 他會睡不好 然後呢 他也跟他的孩子領了三次的聖餐 結果第二天他醒來 他就帶著孩子去上課啊 準備早餐 等到他回家以後 他才發覺 他這樣子 出出陸陸的兩趟 他完全無感了 他完全忘記有豆丁的存在 他根本不覺得疼痛了 然後他就跑去那個洗手間 然後他再去觸摸確認 因為覺得自己睡眠不足 他必使一切的病症離開你 神他不是說他除去你一些的病症 他是說除去你所有的疾病 一切的病症 阿們 所以我現在要來為有皮膚疾病的 有痔瘡的 有粉瘤的 有濃瘡濃包的 細菌橄欖 甚至你們有些人是有私密部位的橄欖 私密部位的疾病 你們不敢寫來說要帶倒 這些難以其詞的神都知道 而且神會幫你保守秘密 謝謝耶穌 然後還有因為這些疾病 可能受到人家異樣眼光 然後你的自尊心有受到受損的人 我要為你們來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真的就是只是耶穌的鞭傷 你就是要得到醫治 阿們 耶穌祂是被鞭打得體無完膚 你們看看這一幕 耶穌是被打得體無完膚的 祂就是要替代你 你的皮膚就應該要如嬰兒般的稚嫩 孩童般的有彈性 阿們 然後耶穌祂是被剝光的衣服 祂在眾人的面前 赤裸裸的被釘在這個十字架上 祂就是要代替你所受的羞辱 阿們 而且神祂會補償你 因為以色雅書有說 你必得加倍的好處 代替所受的羞辱 阿們 你分中所得的喜樂 必代替所受的凌路 阿們 謝謝耶穌祂就是這麼好的神 阿們 祂就是要為你斷開所有的疾病 鎖鏈 捆綁 祂要你昂首闊步 祂要你自由飛翔 謝謝耶穌 奉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阿們 阿們 有一個弟兄姊妹寫見證進來 他說這幾天啊 他聽了神機時刻 其中有發票中獎祝福 他也跟著祷告 結果他在五月的時候對發票 雲燈發票 他雖然只有十張 但是其中有一張中了八百元 阿們 阿們 哈利路亞 謝謝天父給這個姊妹恩典的記號 也讓他明白 他不需要為經濟擔憂 因為愛我們的天父 他能夠調度萬有 而且亦許我們必不至缺乏 阿們 阿們 感謝主 還有一個弟兄姊妹 也是寫見證進來 他說他每天早上 還有晚上都聽神機時刻 他發現自己也經歷了見證 複製見證的恩典 他的雲燈發票也是只有十張 但是其中有一張 中獎了八百元 他也很感謝天父 讓他知道說 哇恩典真的是白白得來的 阿們 哈利路亞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弟兄姊妹 他也分享說 我也要來做見證了 因為他也是在前幾天 他就聽到了神機時刻 聽到姊妹分享中獎發票 他也跟著祷告 他說親愛的天父阿爸 我也要見證 複製見證 我也要中發票 結果他就拿著發票來對講 他手上也是只有十幾張發票 但是他就是覺得信心滿滿的 相信天父一定會祝福他 一定會有的 就哇 真的 他中了兩張兩百元 一張一千元的發票 哈利路亞 感謝主 讚美主 主真好 總是按著他榮耀的豐盛 來祝福我們 主就是這麼的信實 每一個弟兄姊妹 你都可以經歷到神的美好 祝福 與恩典 那接下來我要分享我自己的見證 其實 我在神機時刻 我聽到很多中獎發票的見證 但是我這個樂隊獎 是沒有中的 但是我沒有因為這樣就回心 我就是相信 愛我們的天父阿爸 他一定會給我們更大的祝福 對 愛我們的神必定按著他榮耀的豐盛來祝福我 因為我就跟主說 主啊 我不貪心 因為只要從你來的 不管大的祝福或小的祝福 我都要 Amen 結果我在六月發薪水的日子 我就看到 怎麼這一次的薪水 多了一筆一萬多元的獎金 Amen 因為這真的是神機 因為我是領固定薪水的 我不是業務 但是神就是可以超自然祝福我 我一點都不勞苦 因為我有愛我的天父阿爸 Amen 祂就是要祝福我們 對 神說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意被造的人 就是我們 就是你啦 Amen 你就是要被神的恩寵祝福 祝福到滿意出來 Amen 那我也要來奉耶穌的名 宣告我要為 想要中發票的 想要更多業績的 想要經歷更多財務的 突破的人來禱告 我要奉耶穌名宣告 因著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完工 耶穌祂原本是富足的 祂卻因為我們而成為貧窮 好 叫我們因著主耶穌的富足 主耶穌代替我們成為貧窮 而成為富足 這是神所應許要給我們的 祂讓我們過著豐盛富足的生活 在生活當中都可以經歷到 主大大小小的恩典 我們也可以一起跟主說 主啊 我不貪心 只要從祢來的 祝我佛不管大或小 我都要 Amen 謝謝祢 主啊 謝謝祢 我相信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得著了 Amen 感謝讚美主 奉耶穌的名祷告 Amen Amen 包括有幼腹痛 然後膝蓋要開刀 然後以及為祂的術後來恢復祷告 另外還有蜂窩性組織炎 脊椎側彎靜脈曲張 扁平足 胃食道逆流 還有頸椎韌帶骨化 去壓迫了神經線 還有長期久咳 以及蛇癌末期 另外還有想要為祂的工作方向 業績有收入 以及人際 工作上的人際關係來禱告 好 神滿有憐憫 沒有任何的問題或困難 可以攔阻祂來醫治你 而且神說 耶穌醫治每一個 來到祂面前的人 所以不論你的需要是 又腹痛 你的膝蓋要開刀 術後的恢復 蜂窩性組織炎 脊椎側彎 靜脈曲張扁平足 胃食道逆流 神經線的壓迫 咳嗽或是舌癌末期 現在 你都來到耶穌的面前 我邀請你看一個畫面 就是當耶穌 當那個麻蜂病人 來到耶穌的跟前的時候 他說 主你若肯 你竭盡我吧 耶穌就對他動了此心 耶穌說我肯 你竭盡了 阿妹 所以你現在把你的需要 帶到耶穌面前 耶穌說我肯 因為耶穌現在看著你 就對你動了慈心 你要看見耶穌看你的那一雙 那個憐憫愛你的眼神 耶穌會醫治每一個來到他面前的人 阿妹 不論你的症狀是被宣告是癌末 還是任何的長期沒有痊癒的症狀 耶穌都願意 他說我肯 而且他能 所以你現在把你的手按在你的身上 因為現在耶穌當時對麻風病人所做的 也要坐在你身上 嗯 他用雙手按在麻風病人身上 現在耶穌也用雙手按在你的身上 你現在就把手放在你需要醫治的地方 然後看見耶穌他願意 他已經為你受鞭傷 阿妹 全身上下從裡到外 都為你受鞭傷 所以你現在從裡到外 從頭到腳 現在立刻與耶穌交換 阿妹 領受那個完全的醫治和恢復 阿妹 謝謝耶穌 他的鞭傷不會被白白鞭打 因為你要得著完全的醫治 阿妹 謝謝耶穌 然後他受的刑罰 現在要讓你領受完全的平安 阿妹 不管是負面的消息或報告 那些都要定在十字架上 因為耶穌已經為你承擔背負 他戰勝了疾病咒詛死亡 阿妹 現在他宣告的是成了 阿妹 你已經得醫治了 阿妹 謝謝耶穌 你現在就要領受完全的醫治 而且神還要使你恢復的 比以前更健康 阿妹 阿妹 祷告奉耶穌的名 阿妹 然後 有要為未來的工作方向 還有工作上的人際關係 祷告的 我要奉耶穌的名 在詩篇一篇 第三節說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石後結果字 葉子也鋪骨乾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我奉耶穌的名祝福你 你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你會按石後結果字 你的業績不枯乾 你的人際關係不枯乾 然後你的工作方向 神會為你開道路 凡你所做的盡都順利 阿妹 奉耶穌的名祷告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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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 神有這麼多這麼多這麼多的祝福 要給我們 而我們只要願意接受祂 就能夠領受 是不是很棒呢 阿妹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現在邀請你跟我一起做這個禱告 我講一句你講一句喔 親愛的耶穌 我願意打開我的心門 邀請你住在我的心裡 赦免我一切的罪 赦免我一切的罪 做我的救主 生命的主 我將未來一切 交在你的手中 謝謝耶穌 奉耶穌的名祷告 奉耶穌的名祷告 阿妹 阿妹 感謝神 現在耶穌就住在你的心裡 成為你的幫助 永遠的成為你的幫助 阿妹 不是只有看神機時刻的時候才有 而是永遠成為你的幫助 阿妹 但這個時候神機時刻也需要你的幫助 所以請你幫我們按讚 訂閱留言加分享 打開小鈴鐺 這樣我們有新影片上架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並且鼓勵你可以把這美好的神機時刻 分享給你和你所愛的人 阿妹 然後如果你現在沒有在任何一個地方聚會 你需要有一個 教會聚會 但你又沒有辦法到實體的話 歡迎你可以加入我們 那怎麼加入我們呢 你可以透過Email聯繫我們 或是臉書聯繫我們 我們有雲端小組 歡迎你可以加入我們 讓我們一起可以在線上 彼此激勵彼此鼓勵彼此帶導 並且見證 複製見證 讓神繼續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做神機其事 Amen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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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各位 分享